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作为益州本地人的代表 乔州站出来写了一篇文章 《筹国论》反对姜维 这是不足为奇的 而事实上,从益州本地人的角度来看 他的文章基本是有理有据,无可厚非的 对于姜维来说 一直以来想以自己的北伐来说明 对魏国应该积极进攻 以功戴手,用不断的武力侵扰 达到削弱魏国的目的 而乔州认为 其实蜀国国力本来就是最弱的 盲目讨伐别的大国 不但不能削弱对方 反而先把自己拖垮了 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所以乔州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虚构了两个互相敌对的国家 分别叫阴虞和赵剑 这两国家呢 他的国民之间有一番对话 用这番对话作为引子 阐述小国对大国的最佳策略 那就是 涉性树地不如审发 啥意思 就是说 与其漫无目的的随便放箭 屡屡失手 还不如小心谨慎 看准了再下手不迟啊 故智者不以小利一目 不为意识改步 时可而后动 树河而后举啊 意思是说 聪明的人啊 不会因为贪图迎头小利 而随便乱动的 而是等候时机成熟了 才出手的 这种说法 那不是很明显了吗 随便哪个人 都可以很轻松的 把这番对话 套在姜维头上 乔州啊 是提醒姜维 行行行行啊 北伐的事 要谨慎谨慎 再谨慎啊 这篇有理有据的雄文 写出来以后 大家都觉得 看得是很舒心 可是 最后的决定权 不在你这儿啊 你能写文章 不等于你能阻止 姜维北伐的步伐呀 筹国论面试以后 姜维依然是 你写你的 我做我的 继续北伐 看起来 已经没有什么 能挡住姜维了 但是这篇文章呢 却发出了一个 很明显的信号 姜维啊 你赶紧的改吧 这是我们 益州本地人的选择啊 这是我们 对你 也是对蜀汉政权的期望啊 至于怎么办 你们自己看着办 益州人 会有自己的选择的 实际上 益州本地人 最后也用实际行动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一个政权 不管是本地的 还是外来的 如果没有当地老百姓的支持 那他就是 无本之木 无缘之水 退出政治舞台 那是迟早的事情吗 这就是刘备的悲剧 诸葛亮的悲剧 姜维的悲剧 最后也会变成了 刘善的悲剧 整个蜀汉集团 从一开始 就被历史设定好角色了 当然 在目前来说 姜维的运气是极好的 虽然做了一次无用功 但并不妨碍刘善对他的好感 回师之后 皇帝让他官复原职 继续赶他的大将军 这时候 我们要回头来看一看 蜀汉在边境的设置 以前刘备还在世的时候 他派驻汉中的是魏延 魏延在边境上的 主导防御思想 是在一线的边防要塞 派出精锐的部队驻守 魏延之后就是王平 王平呢 防御的方式 基本沿袭了魏延的思路 一线严密布防 距离于国门之外 到了姜维这儿 他就认为 这种防御属于消极防御 根本就是铁桶镇 是挨打的形式 这不可能有效地 消灭敌人有生的力量 还不如把门打开 诱敌深入 把敌人放进来 再动手 他给刘善的具体建议是 主力部队 退守汉城 乐城 魏军深入平原地带 那么我们就兼臂青野 让敌人抢不到任何粮食 敌人没了粮食 自然也待不了多久嘛 等他们退兵了 我们就一起出击 也就是说 魏延的防御重点在一线 兵力也摆在一线 而姜维这儿呢 他决定把兵力摆到二线去 这个主意听上去很美 但实际上 却是个馊主意 到了后世 南北朝的时候 南宋的开国皇帝刘裕 还在东晋当全臣的时候 有过轰轰烈烈的北伐 第一个目标 就是当时的南烟 南烟在山东一带 面对东晋 有非常好的山脉的屏障 如果依据山险来打击对方的话 刘裕要攻下南烟 就会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可当时的南烟主慕荣超 偏偏就放弃了山脉的屏障 把刘裕的军队放了进来 当时他的想法也是兼闭轻野 等刘裕他们打不动了 然后自己这一方 以义代劳四面扑出 把刘裕的部队吃掉 或是赶走 这种思路和姜维 现在的思路 是不是非常相近的 而慕荣超最后的结果是啥呢 是惨败 刘裕进来以后 如虎狼一般 把南烟吃得干干净净的 连渣都没留下 而姜维这种战略思路 实际上造成的后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历史的教训反反复复地证明了 对待强敌 就不能让对方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机会 只要你的门打开了 哪怕只是打开一条缝 你弱小这一方就必死无疑了 所谓的计谋战略 不能靠想象 得看你的对象 你的对手是谁 决定了你的计谋 到底是否能成功啊 只可惜 这时的姜维 已经被北伐冲昏了头脑 而刘善那一边呢 也动心了 这主意听上去确实很美哦 于是 他们居然真的下令了 驻守汉中的胡继 退守汉寿城 监军王涵 退守乐城 护军蒋兵 退守汉城 退 全部都退回来 把北面的山贤 把边塞 通通让给魏国人 历史的事实证明了 江维下的是一道臭旗 把边塞 让给对方 魏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 进入蜀国境内 而江维所想象的反攻 其实并没有出现的 简单呢 兵力不如人呢 想想看 蜀国 全国的力量集中起来 也不过是凑十来万军队 了不起了 而魏国呢 随随便便就凑三四十万人 在每一个进攻点上 都能够集中优势兵力 这种差距这么大 你怎么可能打防守反击吗 所以 由此看来 江维的诱敌深入 实际上是引狼入室 整个汉中防线 轻轻松松地被自己人放弃了 徒有其表 骨枝不存 疲将烟覆啊 当然 在目前来说 一切还好 江维构思的防御体系 是安全的 这是因为 魏国人 还没有打算打你 魏国自己本身内部 还是一屁股事呢 寿春那边 还有连续两次叛乱 等着他们去收拾呢 所以 没有了强敌的检验 江维的防御体系 到底效果怎样 那真是天知道了 不过 另外有一点 江维是知道的 那就是 自己在蜀汉政权当中的地位 越来越不妙了 可能有朋友说 不是刘善很信任江维吗 让他当大将军了 放手让他去搞革命了 想打哪就打哪了 基本是没怎么拦着 他的情况 怎么和危险拉上关系了 没错 刘善是比较信任江维的 但是 刘善不傻 他信任的 可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堆人 事实上 纵观刘善一生 治理国家 他是没几把刷子的 但是 他治理人 却是很精明的 作为皇帝 只要不是昏庸到 无可救药的地步 那他是不可能 把大权 集中交给同一个人的 刘善 是一个分蛋糕的高手 他明白 想要牢牢控制那些 既能干 又不大让人放心的权臣 唯一的办法 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那就是 分权 给江维找几个竞争对手 让他们自己斗自己 自己嘛 这边就可以民主加集中 分而置之嘛 江维的第一个对手 就是陈枝 这是蜀汉政坛的一匹大黑马 他是河南汝南人 大司徒许静的职外孙 本人嘛 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的 而且还有一门特长 这手艺啊 让他很吃得开的 那就是精通算命 这一类的旁门左道 他是很牛的 在当时人们心目当中 这就是个奇人啊 比如说 废医对他就非常看好 哦 本身多才多艺 又有一项专长 这种人 官运不好就怪了 246年 董允死了以后 陈枝 带董允为适中 开始进入宫廷 这人呢 又善于拍马屁 很快就把皇帝刘膳 弄得舒舒服服的 后来又以适中 守上书令 加镇军将军 正式进入了 朝廷的核心决策层 废医遇刺以后 江维掌握了军权 但是因为常年在外征战 分身乏术嘛 很多朝廷的事情 是没法过问的 所以陈枝呢 就趁这个机会 逐步掌握了朝廷大权 而且不久之后 他又找到了 另外一个亲密的盟友 那就是皇帝身边的 宦官黄浩 两个人对过眼神 确定对方就是对的人 史书说了 是互相表礼啊 那就是一拍即合的意思了 黄浩不过是 皇帝身边的一个宦官嘛 以前被董允看得死死的 现在好了 盯住自己的人走了 陈枝来了 终于他有机会 为国家大事 呕心力血了 对于刘善来说 大臣嘛 能不能干无所谓 只要肯听话 好使就行吗 皇浩他们呢 无疑就是这种 讨人喜欢的角色 所以啊 他和陈枝狼狈为奸 深受皇帝器重 慢慢慢慢的 为蜀汉统一事业 打拼了大半辈子的江维 反而被逐步边缘化了 好在到258年 这匹大黑马 陈枝终于扛不住 自然规律死了 考虑到江维 依然长年不在朝廷上班 所以啊 刘善提拔了几个人 填补陈枝走后 留下的权力真空 先是任命 董绝为国家办公厅主任 也就是上书令了 诸葛亮的儿子 诸葛瞻为上书蒲叶 这也就是上书令的副手了 办公厅副主任呗 这就是让这两人 开始逐步熟悉政务了 到了261年 更是把这个董绝 封为辅国大将军 诸葛瞻为军队督户 兼卫将军 再加上递捕上来的 上书令樊建 搞了一个三人组合 一起管国家大事 但说鬼怎么说啊 因为皇帝对他们的信任 还比不上那个宦官呢 所以真正的权力 设在刘善信任的皇后手里 其实啊 陈枝挂掉以后啊 皇后进步的速度 就非常快了 从宦官的主管皇门令 一跃成为皇帝的秘书 中常侍了 要知道当时 皇帝身边的秘书 有且只有一个 那就是中常侍皇后了 那你就说吧 这个皇后 是不是皇帝的大红人呢 对于皇后当权 董绝他们 虽然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但是却毫无办法 毕竟最宠他的 可是皇帝呀 所以啊 事实上这个时候 蜀汉的政治格局 已经悄悄改变了 皇后是一派 姜维是一派 而诸葛瞻和董绝他们 属于第三方势力 皇后呢 属于混日子的 因为太监没牵挂呀 姜维属于主战派呀 天天在外打来打去的 所以第三方的势力 诸葛瞻还有董绝他们 对其他两位 都是相当不满的 姜维这人连年打仗 打成什么样了 皇后那边更了不得了 一个没下面的人 专行跋扈 以前有多少这样的例子啊 东汉是怎么亡的 不就是因为太监 出来抢权力吗 好了 虽然这一派呢 对其他两派呢 相当的不满 可惜 他们的势力是最弱的 按诸葛瞻后来的说法是 对内制约不了皇后专权 对外阻止不了将为征战 这是非常悲哀的 三派鼎立 这是蜀汉政坛的悲哀 但是在他们背后 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影子 那就是非常开心的刘善 他是非常乐见于 目前这种政坛三足鼎立的格局的 那江维是我刘善重用的 诸葛瞻也是我刘善提拔的 而皇后也是我刘善所宠爱的 一句话 我一个人提拔了三个派别 相互监督 互相制约 你们内讧 皇帝不就可以渔翁得利了吗 我怕就怕你们相互之间 互相欣赏 互相服从 那三派变成一派 那我这个当皇帝的还不歇菜啊 最好你三方掐起来 我就最高兴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谁说刘善蠢的 说刘善笨的人 才是真笨啊 好吧 这三派武林高手过招 势力最强的是哪一派呢 不要以为是姜维哦 实际上是皇后 皇后是皇帝身边的贴身秘书 也是皇帝的形象代言人 可以说在蜀国的朝廷上 他是除皇帝之外的 二号实权人物了 这一点 朝廷的大臣早就看出来了 在政坛里混 有时候其实就是战队的问题嘛 为了自己的远大前程 有多少人迫不及待的 相互拉关系 搭上皇后这条线呢 由此一来 蜀国的官场风气 不就越来越腐败 越来越堕落了嘛 而腐败堕落 正是王国的前兆 蜀国已经滑向了 王国的边缘了 这种状况 连外人都看出来了 比如说东吴 东吴的第三任皇帝 后来派了一个使者 访问蜀国 走了一圈而回来 向皇帝汇报说 哎呀 蜀国不行了 皇帝昏庸 大臣不干正事 就知道尔虞我诈 搞内讧 那陛下您看啊 他们的好日子 还能过几天呢 行了行了 连自己的邻居都知道 自家的锅碗瓢盆不好使了 就快失去开造吃饭的能力了 蜀国 你的悲剧就在眼前了 我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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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